又出现起钓客溺壁以外 地点是台中县 这名62岁的男子到东市去钓鱼 但是不小心滑落西中 我们消防队员搜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在山米深的泥巴堆里找到了他 但救上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而由于地形关系 在这里居民都叫他是棺材台 消防队员穿上潜水衣 全副武装跳到西中搜寻觅水的钓客 有没有人看到他真的是下水的 只是潭水又深又浑浊 伸手不见五指 吸底录影机也发挥不了作用 消防队员只好涂法练钢 拿木棍先测试深度 出出看吸水下面有没有义务 大火找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发现溺水钓客踪迹 和利用长辈板把钓客搬运上岸 摸到有软软的地方 就大家就集中再下去一次 然后他就卡在一个 算是一个石头缝吧 男子溺水一个多钟头 被抬上来时脸色发紫 早已没了呼吸心跳 这里是东市沙联西的观影桥下 因为地形关系 当地居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棺材台 所以那里常出事就对了 对对 我小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 人就这样讲了 什么叫 刮叉谈 62岁的死者 19号早上一个人到这里钓鱼 不慎滑落西中 因为地点太偏僻 下午才被人发现报警 刚好这里又叫棺材台 让人不惊 毛骨悚然 中央新闻公寓的方品文 台中采访报道